却说孙策自霸江东 兵京两族 建安四年习去卢江 拜刘勋 使于帆持习豫章 豫章太守华心投降 自此声势大振 乃遣张红王许昌上表献解 曹操之孙策强盛 坦约师儿难语争锋也 所以曹仁之女许配孙策幽帝孙匡 两家结婚 留张红在许昌 孙策求为大司马 曹操不许 侧恨之常有习许都之心 于是吴俊太守许贡 乃岸前使父许都尚书于曹操 其列曰孙策骁勇 与相及相似 朝廷以外事荣宠 召还京师 不可使具外镇 以为后患 使者积书渡江 被房将将士所获 解负孙策处 策官书大怒 斩其时 遣人假意请许贡一事 供之策出书是之 赤曰 汝欲送我于死地也 命武是绞杀之 供家属皆逃散 有家客三人 欲为许功报仇 恨无其变 一日 孙策隐军会列于 丹头之西山 赶起一大路 策纵马上山逐之 正赶之间 只见树林之内 有三个人持枪代功而立 策了马问曰 汝等何人 答曰 乃汉当军事也 在此射路 侧方举配欲行 义人捏枪望侧 左腿辨刺 侧大惊 汲取配剑 从马上砍去 剑刃乎坠 只存剑拔在手 义人早年 攻打剑射来 正中孙策面颊 侧就拔面上剑 取弓回射 放剑之人 应闲而倒 乃二人举枪 向孙策乱说 大叫约 我等是许贡家客 特来为主人报仇 侧别无器械 只以弓俱之 且具且走 二人死战不退 侧身被竖枪 马一带伤 正危急之时 成谱自辩数人质 孙策大叫 杀贼 成谱隐重其上 将许贡家客 砍为肉泥 砍孙策时 血流满面 被伤致重 乃以刀割袍 裹其伤处 就回吴会养病 后人有诗 在许家三刻约 孙郎智勇灌将煤 射猎山中受困威 许客三人能死亿 杀身欲让魏为齐 却说孙策受伤而回 使人寻请华陀医治 不想华陀移往中原去了 只有徒弟在无 命其治疗 齐徒曰 剪头有药 毒已入骨 须静养百日 方可无语 若怒气冲击 其疮难治 孙策为人最是性极 恨不得即日便愈 江西到二十余日 忽闻张红有识者 自许昌回 策幻问之 使者曰 曹操甚至主公 其帐下谋士 一句敬服 唯有郭家不服 策曰 郭家曾有何说 使者不敢言 策怒 顾问之 使者只得从实告曰 郭家曾对曹操言 主公不足俱眼 轻而无辈 性极少谋 乃匹夫之勇二 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 策文言 大怒曰 匹夫安敢料武 无事取许昌 虽不带窗玉 便遇上一出兵 张昭建曰 医者借主公百日修动 金河因一时之分 自清千金之躯 正化间 呼报袁绍前使陈镇之 策幻入问之 朕据言袁绍 欲捷动无为外应 共攻曹操 策大喜 即日会诸将一城楼上 设宴款待陈镇 饮酒之间 呼见诸将互相偶语 纷纷下楼 策怪问何故 左右曰 有于神仙者 今从楼下过 诸将欲望败之二 策起身平栏观之 见一道人 神批贺场 手携离账 立于当道 百姓据焚香福道而拜 策怒曰 适合妖人 快与我前来 左右告曰 此人姓于宁急 欲居东方 往来无悔 朴实浮水 救人万病 无有不厌 当时互为神仙 未可轻毒 策欲怒 贺令速速前来 为者斩 左右不得已 只得下楼 拥于极至楼上 策斥约 狂道怎敢山获人心 于极约 贫道乃狼牙公道时 顺帝时曾入山采药 得神书于屈云泉水上 浩约太平清岭书 凡百余卷 皆知人疾病方数 贫道得知 唯物带天宣化 普救万人 未曾取人毫厘之物 安得山获人心 策曰 辱毫不取人 衣服饮尸 从何而得 辱及黄金张角之流 金若不诛 必为后患 赤左右斩之 张昭剑曰 于道人在江东数十年 并无过犯 不可杀害 策曰 此等妖人胡杀之 何意图诸狗 众官皆苦见 陈阵一劝 策怒未夕 命且求于狱中 众官聚散 陈阵自归管一安邪 孙策归府 早有内侍传说此事 与策母吴太夫人之等 夫人换孙策入后堂 未曰 吴文汝将于神仙下于雷泻 此人多曾一人疾病 居民静养 不可加害 策曰 此乃妖人能以妖术获众 不可不出 夫人再三劝解 策曰 母亲勿听外人妄言 而自有屈处 乃抽换玉丽取于吉来问 原来玉丽皆净性于吉 吉在狱中时 进去其枷锁 其策换取 方代枷锁而出 策访之大怒 痛则玉丽 仍将于吉泻细下于 张昭等数十人 联名作壮 拜求孙策 其宝于神仙 策曰 公等皆读书人 何不达理 西郊诸刺史张金 听信邪教 古色焚香 常以洪帕过头 自称可助出君之威 后境为敌君所杀 此等是甚无意 诸君自卫乌尔 无欲杀鱼 即正思禁邪绝迷眼 吕范曰 某素之鱼 道人能其封岛屿 方金天汉 何不令其其余以赎罪 策曰 吴且看此妖人若和 遂命于玉中取出鱼籍 开其枷锁 令登坛求玉 即领命 即沐浴更衣 取绳自负于烈日之中 百姓观者 田接三项 鱼籍为众人约 无求三尺甘林 以救万民 然我终不免一死 众人约 若有灵验 主公必然竞辅 鱼籍约 气数至此 恐不能逃 稍请 孙策亲至谈中下令 若五十五鱼 即焚死于鸡 先令人堆积 浅柴伺候 将鸡五十 狂风骤起 风过处 四下阴云剑合 此约 时已近五 空有阴云 而无干预 正是妖人 至左右将鱼籍扛上柴堆 四下举火 眼随风起 呼见黑烟一道 冲上空中 一声响亮 雷电急发 大雨如注 请客之间 皆是成河 吸剑皆满 足有三尺干雨 鱼籍仰卧于柴堆之上 大喝一声 云收雨注 附见太阳 于是众官及百姓 共将鱼籍扶下柴堆 截去绳索 再拜成谢 孙策见官民聚罗 拜于水中 不顾衣服 乃勃然大怒 此曰 晴雨乃天地之定数 妖人偶成其变 你等何得如此霍乱 彻保见令左右 速战鱼籍 众官立剑 策弩曰 而等皆欲从淤吉造反夜 众官乃不敢赴言 策斥武士将淤吉 一刀斩头落地 只见一道清气 偷东北去了 策命将其施号令淤士 以正妖望之罪 是叶峰宇交作 极小不见了淤吉尸首 首师军士报之孙策 策怒 欲杀首师军士 忽见一人 从唐前徐步而来 是知 却是淤吉 策大怒 正欲拔剑砍之 忽然昏倒余地 左右急救入卧内 扮上方苏 吴太夫人来是急 魏策曰 吴儿去杀神仙 故诏此祸 此孝曰 而自幼随父出征 杀人如麻 可曾有为祸之礼 金杀妖人 正觉大祸 安得反为我祸 夫人曰 阴辱不信 已知如此 今可做好事已然之 策曰 无命在天 妖人绝不能为祸 何必扬夜 夫人料劝不信 乃次令左右 暗修善是扬姐 是叶三更 策我于内宅 忽然阴风骤起 灯灭而复明 等影之下 见一己立于床前 策大和约 吴平生是诸妖望 以敬天下 如即为阴鬼 何敢敬我 取床头见智之 忽然不见 吴太夫人闻之 转生幽闷 策乃伏并强行 宜宽母心 母为策曰 圣人云 鬼神之为德 其圣已呼 幽云 导尔于上下神之 鬼神之事 不可不信 如驱杀于先生 岂无报应 无以令人 设教于 郡之御清官内 如可亲往拜倒 自然安妥 策不敢为牧名 只得勉强成教 是御清官 道士接入 请策焚香 策焚香而不屑 呼香炉中 烟寝不散 结成一座华盖 上面端坐着鱼姬 侧怒唾骂之 走离殿雨 又见鱼姬立鱼 殿门守 怒目视侧 侧顾左右约 如等见妖鬼否 左右接云 未见 侧欲怒 拔佩剑望于吉之去 一人重剑而倒 宋世之 乃前日动手 杀鱼姬之小卒 被剑者入脑袋 蹊跷流血而死 侧命扛出葬枝 笔即出关 又见鱼姬走入关门来 侧曰 此关亦藏腰之所验 遂坐鱼关前 命武士五百人拆毁之 武士方上无皆瓦 却见鱼姬立鱼屋上 非瓦之地 侧大怒 传令逐出本关道士 放火烧毁殿雨 火起处 又见鱼姬立鱼火光之中 侧怒归府 又见鱼姬立鱼府门前 侧乃不入府 随点起三军 出城外下寨 传唤重将商议 欲起兵铸袁绍加攻曹操 重将举约 主攻玉体为和 未可轻动 且待平御 出兵未迟 事业孙策夙于寨内 又见鱼姬批法而来 此于仗中赤和不绝 此日 吴太夫人传命 照策回府 策乃归见其母 夫人见策 形容憔悴 契约 耳诗行矣 侧击引经自照 果见形容十分受损 不觉诗经 顾左右约 无奈何憔悴至此焰 言为矣 忽见淤疾立于镜中 侧拍镜大叫一声 金窗蹦裂 昏厥淤地 夫人另浮入卧内 许苏醒 子叹约 吴不能复生矣 随照张昭等住人 吉地孙权 这卧榻前 主夫约 天下方万 以无悦之众 三江之故 大可有为 此不等性善相无地 乃取印寿 与孙权曰 若举江东之众 绝机于两阵之间 与天下争衡 轻不如我 举贤任能 使个尽力 以保江东 我不如轻 轻一念 父兄创业之艰难 善自图之 全大哭 白受印寿 策告母约 而天年已尽 不能奉此母 今将印寿腹地 妄母朝夕训之 父兄救人 甚无清代 母哭曰 孔儒地年幼 不能认大事 当父如何 策曰 地才胜而十倍 足当大任 唐内事不绝 可问张昭 外事不绝 可问周瑜 恨周瑜不在此 不得面主之言 又患诸对主曰 无死之后 如等并赴众谋 宗族中敢有生意心者 众共诸之 虎肉为腻 不得入祖坟安葬 朱地气受命 又唤其巧妇人未约 无语辱不幸中途相分 辱须孝养尊孤 早晚辱媚入见 可主其转之周朗 尽心辅佐无地 修复我平日相知之雅 言气明目而世 年只二十六岁 后人有诗在约 独占东南帝 人称小霸王 运筹如虎炬 决策似营养 威震三江境 明文似海湘 临终夷大事 转译蜀周朗 孙策祭死 孙权哭倒于床前 张昭月 此非将军哭食也 一一面至丧事 一面礼君国大事 全乃收累 张昭令孙静 礼会丧事 请孙权出堂 受众文武夜贺 孙权生得方一大口 闭言自然 西汉时留宛入吾 见孙家诸昆仲 阴语人约 无便观孙氏兄弟 随个才气秀达 燃尽路坐不忠 唯众谋行貌其尾 骨骼飞长 乃大贵之表 又想高授 众皆不及也 且说当时孙权成 孙策一命 长将东之事 经理未定 人报周瑜 自巴丘提兵回吾 全约 公金已回 吾无忧已 原来周瑜手欲八丘 闻之孙策重剑被伤 因此回来问候 将至吴俊 闻策以王 顾兴亦来奔丧 当下周瑜 哭拜于孙策灵救之前 吴太夫认出 以以主之于告语 于拜服于的约 敢不孝全马之力 祭之已死 少请 孙权入 周瑜拜见帝 全约 愿公吴望先凶一命 于顿手约 愿以肝倒涂地 报之己之恩 全约 金城复兄之夜 将何策以守之 于约 自古得人者畅 诗人者亡 为金之计 需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 然后将东可定也 全约 先凶一言 内侍托子不 外侍全来攻紧 于约 子不贤达之事 祖当大任 于不才 孔父以托之重 愿见一人以辅将军 全问何人 于约 姓鲁 明肃 自自敬 林怀东川人也 此人胸怀涛掠 富隐鸡谋 早年丧父 拭目至孝 其家吉父 长散才 以计贫乏 于危居朝长之时 将数百人 将数百人过林怀 阴阴发量 温鲁肃家 有两群米 各三千湖 阴网求助 肃及指一群相赠 其慷慨如此 平生号 击见其设 欲居取案 祖母王 海藏东城 其又留子 杨玉 约比网朝 胡头正宝 肃上 愁愁为网 今主公可肃兆至 全大喜 即命周余网聘 于奉命亲王 见肃须离弼 去到孙权 相目之意 夙曰 今溜子杨约 某往朝湖 某将就知 于曰 西马园对光五云 当今之事 非但君则臣 臣义则君 今吴孙将军 亲贤李氏 那其陆意 事所罕有 足下不须他记 只同我 网头东吴为事 诉从其言 遂同周瑜 来见孙权 全身敬之 与之谈论 终日不倦 一日 众官皆散 全留鲁肃共饮 至碗同踏 底足而卧 也办 全问诉曰 方今汉是轻微 四方纷扰 孤城附兄余夜 四位还 闻之师 君将何以交往 所曰 西汉高祖 欲尊是异地 而不获者 以项羽为害也 今知曹操 可比项羽 将军何游的为还 闻乎 素切料汉士 不可复兴 曹操 不可足处 为将军纪 唯有顶足 江东 以观天下之信 今成北方多物 搅出皇族 信发流表 竟长将所及 而拒守之 然后剑号帝王 以徒天下 此高祖之爷也 全文言大喜 辟其谢 此日后赠鲁肃 并将依附为账等物 此素之母 肃又见义人 见孙权 此人博学多才 世母至孝 父姓诸葛明锦 子子鱼 琅牙南洋人也 全败之为上宾 锦圈权悟通袁绍 且顺曹操 然后成遍徒之 权一眼 乃遣阵振回 遗书绝袁绍 却说曹操文 孙策已死 欲起兵下江南 是御使张鸿建约 成人之丧而伐之 极非一举 若其不客 弃好成仇 不如因而善欲之 曹然其说 乃及奏风孙权为将军 兼领会计太守 即令张鸿为会计度位 即应往江东 孙权大喜 又得张鸿回屋 即命与张昭同理正事 张鸿又见一人于孙权 此人姓谷 明庸 自远叹 乃中郎菜庸之徒 其为人少言语 不饮酒 严厉正大 权以为成 形态首饰 自是孙权威震江东 深得民心 且说陈镇回见袁绍 据说孙策已亡 孙权继立 曹操封之为将军 皆为外应矣 袁绍大怒 遂起祭 清 并等出人马七十余万 富来攻取许昌 正是江南宾阁方休息 既北干戈又复兴 为之胜负如何 且听夏文分解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 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 和给我一个大目沟 请不要吝啰